大家好 今天4月1日 第二季开始第一日 恒生指数就讲股开始上升 恒生指数开始升216点 国企指数升113点 科技指数升152点 是科技股零升 腾讯升2.87 零指数升78点 美团升2.95%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零指数升42点 少米升2.13% 零指数升21点 阿里巴巴升1.36 零指数升16点 相反有波波欠跌1.43 零指数跌38点 A股开始升0.11 上升综合指数升3点 开始后升幅扩大 上周升幅扩大到300多点 腾讯升3.2% 零指数升87点 美团升5.7% 零指数升81点 汽车股也上升 吉利升2.9% 比亚迪升7.9% 长城汽车升8.6% 软件服务股反弹 赤子升升20% 浮风升3.5% 尔卡升5.23% 微萌升6.4% 中国有质升5.1% 近日上市的BillyBilly 都升5.9% 升上去招股价以上 新能元股上升 Billy协欠欠 因为出售资产停牌 但遜耳光能升8.3% 福来特波利升6.3% 卡姆丹克升5.9% 上周收市行生指数升343点 国企指数升150点 科技指数升280点 乘加894亿 下周升幅扩大 蓝筹股升幅扩大 尤其是科技股 腾讯升7.5% 零次数升202点 美团升9.4% 零次数升132点 除此之外 航运股上升 东方海外升16% 中原海外升5.22% 恒生指数以最高的收市 在22893点 升560点 国企指数升245点 科技指数升385点 成交1782亿元 科技股领导港股急升